小蜜聊天和大家聊天 上星期开始我们前特首林太太就周围接受传媒访问 美声当然他会问他有没有无悔 各方面他当然说他没有对不起香港市民 他有这样的评论 当然你说有没有就大家每个人都有给个分数 当然他说些说话你认不认同 无所谓的见仁见智我认为 这个点不是最重要的这个点 小蜜认为 当然我认为有几件事是真心的 如果做得好不好 你们大家都有平均 是吧 其实很现实一个问题 如果做得好的怎么会不留任呢 就这么简单 老实说每个人都 这个基本法特首可以做两任的嘛 做得最久其实全香港就只有曾荫权先生 也是他做得最好 我认为他做得最好的 就是贪争各方面就是某一张报纸写的而已 其他那些都是做得一任而已 做得好不好当然做得不好才叫你不选啊 当然他当然是给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借口理 就是说为家庭问题 当然现在再看回坐前的 梁先生就是坐前阵那个特首真的有家庭问题 因为原来老婆没办卡数的 原来有这么多卡数问题的 当然当然觉得原来真的他没有说谈话 真的有家庭问题 那到林太了 那林太有没有家庭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他老公只能跟出去唱歌歌 虽然是适合一些的 但是都跟出跟入 那有没有家庭问题我们不知道 不过就是以我今天仍在香港生活 我认为我和外面的KOL不同 有很多 那就是我想如果他做得好的话 没理由中央我们这些伟大领导人 不允许他做族人嘛 是不是 那你说防疫做得好不好 当然是做得不好啦 是不是 你说他做得好就太过令人笑话 就是他玩口罩玩了几次了 是不是 那老婆口罩我不知道你家里还有没有 免费那几个呢 那最后你见他当疫情最高峰最瘫的时候 他老婆口罩没戴过 就是他做人不是一个从一而中的人 就是开头讲到几何几何 就是曾经他说话 如果你由这个整个疫情展触出来 去根据处处啦 就是说香港不够口罩的时候 他那些公务员有人 他会有权剝掉人家的口罩嘛 跟着他又设计了一款 阿婆口罩其实看上去像胸围 但是其实原来是口罩来的 那当然都是 见人见之一 我从来没有见过 除了见他用过之后 他旗下所有跟他搵食的公务员 是没有人戴过 那市面我认不多国人又戴 那我想现在这些人都不知道 放了这个口罩在哪里 大家不妨查一查你 这个桂桶还在不在这里 这个奇怪啦 这个疫情下的口罩 那这个疫情下做得好事实上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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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差强人意啦 那可能因此所以换定一个特首啦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每一个特首上任都会说一句 就是怎么样令到香港人安居乐业 就是如果你说林太做得好不好 当然 当然 接着做得不好啦 公屋有没有更加令人快一点点上楼呢 没有啊 没有听到啊 是不是 香港贫富懸殊解不解决到啊 解决不了啊 是不是 人人人是富者越富 贫者越贫啦 是不是 虽然你可能说很多东西都保贴你 那都是 那又有派过钱啦 他在任之中 好像 啊 就是 就是 他不派了不止一次 就是当然现在不钱 消费券还是怎样我不知道啊 就是这个这个都是一个 多令人觉得 喂 整天说房屋政策 说到几何几何 是不是 你明日大如成 当然 就是那些太久了 是不是 现实能够解决到 香港人的核心想法就是 喂 整个屋里住一下 现在住的劏房 很贵啊 很贵的 大家住的劏房问题解不解决到 解决不了啊 当看不到 就 真的好像当看不到 所以你就说自己做得好 当然我以他的性格 我从来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足的 就是这个社会运动 就是 就 就是社会运动之下 你会看到整件 就是香港 对于年轻人 我们是不是照顾不足呢 各方面 当然这方面 现在没有人会说啦 个个都说年轻人不知所谓啦 垃圾啦 是不是 千个个都骂这些东西 其实对还是错 大家心里面有数 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骗到众人 骗不到自己 对吧 就是你说这几年 我们林太主政的香港 对吧 有没有 你说 比起以前 梁先生或者我们曾先生那个年代 是不是差了很多呢 就是见仁见智啊 曾先生有起闹啊 各方面啊 梁先生有这个占领中环 都都 啊 我们啊 啊 啊 可能他 他比较运气还差一点点 因为他连 就是有两宗的 这个社会运动 啊 这个就是啊 啊 就是啊 但是他有一个牢獄之灾 那你说 有没有 就是好与不好 又见仁见智啊 所以呢 有时候就是我觉得呢 嗯 是 那你要一个领导人 承认自己错误呢 其实就是非常之困难的啊 说就容易做就非常之困难的 但是呢 就是我这些因为可能本身是一个 就是有埋开马 我只信 我只信旺跡的而已 我看的就是信 就是你说香港 香港现在的社会怎么样呢 啊 没有单一工业 全部都是靠炒 炒买 是吧 去到疫情之下 炒买都不行了 所以香港一片 一片 就是 那些叫什么 我不敢说死了啦 但是香港已经你会感觉 已经好像 就是常常都很 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香港啦 是不是第一样东西 就是好像那个竞争力 好像差点啦 那我们可以想着推移 而求其次 我们成为大湾区 其实都没所谓 如果这个时代巨量 我们要做大湾区青年 其实都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大家小米心目中 那问题就是 我们在大湾区 我们是不是领导角色 好像现在 深圳 广州都未必 看得我们更重要 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我不说是痛苦 但是我觉得是一件几人 令人肺而所思的问题 那当然如果你说 因此香港是叫做 就是搞得不好的 那我不懂得说是不是 为什么香港会有一天 就是明明我们领先这个 那个以前是四小龙 但是今天开始我们可能我们 就是科技我们连深圳都不如 就是广州都可能 就是那个活力还要比香港强 那我们都会觉得是比较 就是不是那么开心 因为我们香港人一向都优越的嘛 就是我们香港人优越 可能近年都这个字都不适合 太适合说我们是不是真的优越 对不对 可能我们已经是事不理系了 所以整个感觉差了 所以我经常觉得每一个领导人 有时候都要苦心自愿 就是我们等于你有什么功绩 你全部剔出来 那你自然就会受到万民爱戴 就是这么简单了 对不对 所以爱戴这个字好像给到很高分 就是有时候看过你什么 就是我只是很粗浅讲 只是这个疫情加这个香港居住问题 你解决不了 这两样东西已经令香港人 就是叫做很伤 就是疫情之后 就是虽然香港政府都帮过香港市民 很多次带 就是所谓帮其实是不倒肉的 怎样能够刺激到香港的就业市场 能够又蓬勃回呢 其实很困难的 是不是 很多都说单一行业已经死了 那怎样可以能够重回 好像以前那个正轨 其实大家都知道没可能 短时间没可能 长时间不敢跟我说 那何日通关就更加渺茫 希望就是 那打算大陆来救我们 又好像不知道哪一天可以 大陆居民可以来香港 所以你看到连优资人物都收拾了 是吧 那你看到的 那你说公屋 是吧 会不会再多建一些大型的公屋 又好像无了期 所以有时候 我就是看回这些往迹之下 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做得好呢 如果你做得好 你认为自己是没问题的 我相信你一定会连任到的 最后你连任不了就因为做蛋白 就只因为你做得不好 所以你不能连任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很简单 这个很 就是你读得书 读得书好你不是升班 读得书不好你不是临班 就是这么简单 等于你去一间公司做得不好 你就炒牛油 就淘汰你了 社会就是这样的了 是吧 就是如果你说多学多学都 都没有问题 那你就是说我们国家领导人 有问题了 是不是 这个都是一个很严重的指责 如果你觉得我都做事标青 无愧于香港人 那为什么国家令人叫你下台呢 就是不会 就是不是说叫你下台 也就是不继续叫你打好这份工而已 要转另一个人做 要转另一个人做 就是非你啦 俗语叫做 就是证明你做得不好 才会有这个想法 这个想像 才会没有你的份的 那怎么办呢 是吧 所以有时呢 就是你自己讲到 几何几何不好 就是有时我经常说人呢 你自己吹到自己 多叹多叹都没用 人家 真正人家对你的评价 才是非常之重要 那好了 那今集小米聊天就讲到这里了 那来陆继续和大家小米聊天